中雨,破枝,雨走,人为解。 王君摩碑。 二柱宜曹满传曰,王更休至北部位谢,令过于久。 柱二位略曰,孙全尚书称臣,称说天命。 王以全书事外曰,事而欲聚无者炉火上邪。 是忠臣于,上书环皆奏曰,汉自安帝以来,正去宫世,国统述绝,至于经者,唯有名号,齿土一名,皆非汉有,其运久已尽,历数久已终,非是今日也。 是乙环,灵之间,诸名土伪者,皆言,汉行弃静,皇家荡兴。 殿下应其,时分天下而有其酒,以服是汉,于身助望,侠而怨叹,是故孙全在远称臣,此天人之应,意弃其身。 臣于以为虞,下不以千词,应,周不令诸放,为天之命,摩索于让也,为世春秋曰,下侯敦为王曰,天下贤之汉座已尽,意带方启。 自古以来,能除名害为百姓所归者,即明诸也。 经殿下及荣三十余年,功得者于离数,为天下所依归,应天顺名,复何以哉。 王曰,施于有证,事亦为证。 若天命在吾,吾为周闻王矣。 曹蛮传吉士与并云环皆劝王振卫,下侯敦以为宜先灭蜀,蜀王则无福,二方既定,然后遵顺,与知鬼,王从之。 吉至王轰,敦追恨前言,发病促。 孙盛平曰,下侯敦持。 五十三 为汉官,求寿未应,环皆方敦,有义执之节,考其传记,事亦为妄矣。 二十五年春真月,至洛阳。 全集斩语,传其首。 庚子,王崩于洛阳,年六十六。 仪仪令曰,天下尚未安定,未得尊古也。 藏必,皆除福。 其将兵屯术者,皆不得离屯部。 有四个律乃之。 炼意师福,无藏金玉珍宝。 誓曰无王。 二月丁卯,藏高陵。 二祝仪式与曰,太祖自汉中至洛阳,起见使殿,伐着隆词而树写出。 曹满传曰,王使公苏月喜美离,觉知,跟商尽出血。 月白状,王公自恃而恶之,以为不祥,还遂请及。 诸二位书曰,太祖自统御海内,山宜于丑,其行军用诗,大教依孙,无知法,而应是设齐,绝敌至圣,便化如神。 自作兵书十万余言,诸将征乏,皆以兴书从事。 临世右手为节度,从令者克节,为教者腹败。 与鲁对臣,亦死安贤,如不欲战,然极致绝积成圣,气势淫逸,故每战必克,均无兴胜。 知人善查,南炫以为,拔于静,乐静于行尘之间,取张辽,徐晃于王鲁之内,接左命立功,列为名将,其余拔出戏为,登为牧守者,不可胜数。 事已营造大业,文武并施,玉军三十余年,守不舍书,咒则讲武册,夜则思经传,登高必复,急造新施,备知管弦,皆成乐章。 财力绝人,首射飞鸟,功勤猛兽,长于南皮一日射至或六十三头。 即造作公事,善智器械,无不为之法则,皆尽其矣。 雅性节俭,不好华丽,后宫一不锦绣,事欲缕不二采,违障平风,坏则不纳,应入取温,无有缘事。 功臣八义,的美丽之物,则昔以赐有功,薰劳以赏,不令千金,无功忘施,分毫不语,四方献欲,与余下共之。 常以颂中之志,习称之术,凡而无义,俗佑过之,故欲自至忠王依福,似妾而已。 父子曰 五十四 太祖明驾取之奢鉴,宫女侍人,皆以造账,从必不过时人。 张华伯悟至曰,汉氏,安平崔怨,怨此时,鸿农张之,知地场并善草书,而太祖亚之。 环坛,蔡庸善音乐,冯义山子道,王九珍,郭凯等善为戏,太祖皆以列能。 幼好养性法,义解方药,招饮方树之士,卢江左慈,乔骏华陀,甘陵甘史,阳臣殿简无不必至,幼席但也葛至一尺,义得少多饮正久。 父子曰,汉末王宫,多伟王福,以福金为雅,是以元绍,崔豹,崔君,知徒,虽为将帅,接着监金。 为太祖以天下凶荒,资财罚馈,拟骨疲变,才坚勃以为恰,何于简易随时之意,以色别其贵贱,于今施行,可谓君荣,非国荣也。 曹满传曰,太祖为人挑意无微重,好音乐,唱幽在策,长以日答戏。 被福倾销,身自配小盘囊,以慎守经细物,时获关恰茂以建宾客。 每语人谈论,戏弄言诵,竟摩索隐,即欢乐大笑,至以头眉悲暗中,遥善皆沾污经则,其轻易如此。 然持法郡客,诸将有计划胜出几者,随以法诸之,即故人就愿,亦皆无余。 其所行杀,折对之垂涕皆痛之,终摩所活。 初,元忠为佩乡,常欲以法治太祖,佩国环绍一清之,即在衍州,陈流边让言一颇清太祖,太祖沙让,族其家,中,少聚避难交州,太祖遣使就太守是谢敬族之。 环绕得出手,败谢于亭中,太祖未曰,贵可解死邪。 遂杀之 常出君,行经脉中,令,氏族无败脉,犯者死。 骑士皆下马,赴脉以相持,于是太祖马腾入脉中,遣主部议罪,主部队以春秋之意,罚不佳于尊。 太祖曰,至法而自犯之,何以帅下? 然姑为君帅,不可自杀,请自行。 因缘剑割法以至地。 又有幸运。 感谢观看